开始地球的现象看到我们的温度一年比一年高 气候暖化议题日趋严重 刺激志工受邀到古晋中华小学 为56年级学生说环保 我们从小培养我们的孩子 让他们懂得说环保对我们这个地球是非常重要的 现场超过350人 只要人人都在生活中落实环保 就是一股力量 平常我都很少去拿塑料袋去购物那些都是用环保袋 因为地球只有一个 如果我们不好好珍惜的话 就没有第二个星球可以让我们存活下去 其实我们上课都有学到 但是没有很认真的去赌过或者上货 课今天有真正的明白 以代代回收资源提醒人类每天生产惊人的垃圾量 呼吁大家不要随便把垃圾丢进海里 以免伤害到动物 长那种茄的水草 就是就在外面可以不用再去拿那些细草 就是可以减少它的使用的数量 然后这样子也可以环保 响应资源回收再创价值 校园减碳可以从人人身体力行环保做起 来新闻陈佩莉 沈泽荣 马来西亚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